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这金融产业的焦点 润态集团的总裁银眼梁 他打算是要再来扩大他的金融版图了吗 因为这润态集团昨天是以业务繁忙为由 闪电辞职了永风金控以及永风银的董事 而事实上这银眼梁这几年对于金融的布局是转趋日落 除了是飙色了南山人秀之外 去年甚至还几度的传出要入股中信金 所以现在借有市场的人事揣测 应良与永风金来做切割 是要全力的来发展自己的金控帝国 年轻的时候是个放荡的孩子 是个不良少年 曾经在感化院度过两年半 但我很幸运的碰到很好的老师 于敦德老师跟王金平老师 他们教导我鼓励我 让我重新认识的人的价值 润泰集团总裁尹远良 2013年初难得在公开场合 侃侃而谈自己的过去 时隔一年尹远良闲手公开亮相 只不过每一次出手都震惊外界 26号永风金以重大讯息公告 润泰集团以业务繁忙为由 闪辞永风金控及永风银董事 途如其来的决定也让外界市场人士臆测 润泰这几年对金融市场野心勃勃 除了飙下南山人寿 去年甚至数度传出要入股中信金 因此有人揣测 这一回闪辞永风金 是基于禁业禁止 不排除权力的发展自己金融王国的可能 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有财源的消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好巧不巧前一天营远良入主的南山人寿 也被员工爆料大裁员 南山工会证实大约有225位内勤 无预警被锁住员工的账号 约谈之后打包走人 虽然不影响保护的权益 但万传6月份还有第二波裁员 工会表示将会深入了解 若是在未通报之前不排除上街抗疫 基本上劳机法的话都是会30天 等于说一个月前应该就会先做告知的动作 假设6月份真的有在另外一波 而且又是这么大规模的 我想说我们工会的宗旨 一定是要维护我们的员工嘛 事实上从营远良买下南山人寿 再到传出有意入主中信金 争议不断 最近两周营远良也在金价占上1300美元 加入了抢金的行列 根据了解营远良是替旗下的 唐奖教育基金会砸下了1200万元 向台银买下了多达9公斤的9999纯金 用以打造奖章 燕良动作平平始终都是市场的关注焦点 记者朱方舟黄燕章台北报道 是